良好的远距离视力对生活很重要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高度近视为 任意眼的客观检查 度数大于或等于500度 大于800度的话 或者眼球长度大于26.5毫米 易引发眼疾病 罹患白内障 轻光眼 视神经 黄斑部病变和视网膜玻璃等风险增加 即使做近视雷射手术 也无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且上述病变皆不可逆 近视已成为许多国家重视的公共卫生议题 在亚洲高中以上超过80%近视 其中约20%为高度近视 且多方研究发现 近视对儿童可能造成心理影响 而近视的发展是可控的 从日常用眼习惯的改变做起 搭配完整视觉功能检查 与验光的度数矫正 可趋缓近视加深 性情锁定 周日晚间8点30分 国语一台及无限三台 8点整的天下纵横弹 高度近视恐致失明 70%家长不知严重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